當事人當然要先講 來 你說 我們後面會講價錢 你可以價錢放到後面 還是你現在要講 也不是故意啦 先罵他啦 我覺得人不要臉天下無敵 這句話說得是很好的 什麼叫政府全力支持 郭台銘先生是在5月 大概18號左右提出來的 政府全力阻擋 我記得一開始的時候 幸好現在的記憶力 還不是很差 而且說事情還不是很久 以前已經去 都有歷史記憶 反講貿易留下痕跡 都留下來 都有留下記錄 剛開始的時候 政府根本不幫郭台銘 完全就是不幫 大家如果還記憶有信的話 說總統府發言人出來講的 什麼一定要什麼 直接政府去跟對方簽約 然後接著又說 說了好多理由 我就覺得那些理由 都已經記不得 包括什麼 沒有什麼EUA什麼的 這EUA不就是政府的責任嗎 這個就是 使藥署在做的事情 政府不但沒有權力支持 而且是卡關 想盡辦法卡你的腳 是直到有一天晚上 我記得郭董發了一個說 要跟蔡英文總統直接見面 然後才好像後來 才變得稍微比較順暢一點 不過大概可以理解 背後的很多原因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因為我對疫苗這件事情 算是也了解蠻多的 對啊 你們說 弄那個疫苗教育小組 東西一定在插啊 最早 因為我也是在3月24號 就說這個疫苗採購價錢 大概是31塊 對嘛 那這個 你紅吐槽要被戲喔 對啊 還被很多人罵 一堆媒體黨說 我哪隻眼睛看到 陳育誠你哪隻眼睛看到 一堆人在嗆你 對 所以這個事實上 應該這整個故事回頭來講 我覺得因為政府的權力卡關 權力的卡關 造成我們國家整個整體的防疫 群體免疫力的落後 因為如果 如果政府不做這些莫名其妙的行為的話 那應該去年的10月之後 那時候大概我們就已經 我看林全院長東陽那個大概已經 可能大家很早就拿到疫苗了 我們現在搞不好都已經打完了 對 就是這個整個過程 你看從去年10月到今年的 現在7月還沒有拿到疫苗 這至少已經足足落後了 9個月了 9到10個月 事實上政府真的卡關卡了很久 那這中間的理由很多 而且我覺得我們政府常常用一些 就是一些很模糊的話 因為我在立法院問過那個 部長還有相關人等很多次 我問過他們說 他們說有人不希望台灣太高興 我還公開的說 你跟我講有人是誰 如果今天是中國共產黨 你公開講出來 我們要大家一起來譴責 你就講 你為什麼不敢講 你害怕什麼 所以就是說 他們只是故意要用一些韓混的話 韓沙攝影的時候 把自己的沒有能力推到 故意要全部都推給中共 好像當全體的台灣人民都是白事 說事情只要他們做不成功 全部都是中共的錯 共違拉就出來了 對 我覺得這個有點離譜 這個是太誇張 而且最離譜的是 價錢大家都記得 31塊 大家都還記得 那時候我們在成立調業小組是 3月份那時候 好像是26號 然後24號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就在工房 就要成立 20幾號的時候 我們就在工房的時候 就24號左右 那時候我就已經有公開講 為什麼你們要買45塊 明明東洋那個時候 45塊才不含冷鏈 不含冷鏈 明明東洋那個時候 45塊才不含冷鏈 冷鏈一劑可能還要個 兩塊三塊三塊四塊 可能就是45 東洋那個還是 那時候說的還是含冷鏈 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第一次聽到 東洋那個時候價錢 就跟現在這個點差不多 對...差不多 那至少這兩個之間 就差了14塊美金 我還公開講說14塊美金 如果買1000萬劑 剛好被我嚴重 1000萬劑 就差1億4千萬 美金 which is 50億 不是一點點錢 超五十幾億 對...不是一點點錢 不是一點點錢 那我剛剛說過 錯誤的政策比貪汙還可怕 他們今天沒有貪汙到這個錢 因為沒有成功 但是因為這個過程 讓整個台灣的群體免疫 落後了 往後延了十個月 這個影響之大 事實上除了這七百多條 國人的性命 七百多個家庭 不幸的這個家庭 還包括所有這些經濟 食鹽所產生的損失 因為大家現在 我們這個國家的 這個很多經濟活動封閉 包括很多我們收到的基層 民眾沒有辦法 生活下去的這個辛苦 然後我們還要再多拿出 這總共八千四百億來紓困 八千四百億 你看那邊廳買多少了 所以一個政策的錯誤 不管它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其實 其實這個原委 現在也可以公開講 我覺得就是因為 民進黨的派系鬥爭 那每個人 因為透過誰來買疫苗 獲利的方向就不一樣 當然 那個商業利益走向誰是不一樣 你買到就金門人爽 賓哥買到的話就花蓮人爽 大概是這個概念 對不對 就花蓮人跟金門人 不只是這樣子 是因為他們的 仲介管道不一樣 那費用賺走的人就是不一樣 那因為他們這樣的內部鬥爭 因為這個錢的這個事情 影響了整個國家的發展 這是讓我覺得最不能原諒的 這件事情不能原諒 其實郁政委員剛剛說 這個錯誤的政策 比貪污更可怕 但我覺得你意思就是說 錯誤的政策在這兒 貪污在這兒 貪污比較不可怕 錯誤的政策比較可怕 但是如果因為要貪污 而制定錯誤的政策 兩件事情都很可怕 但這兩件事情綁在一起 那才是最可怕的 事實上就是這樣 那才是最可怕的 你剛剛講50億耶 換句話說如果 我是說如果 因為當時很多新聞 講說 你就說我說 什麼差姓立委 姓什麼的立委 介入幹嘛幹嘛幹嘛 然後價錢談不容 如何如何 如果按照我們現在買到的價錢 當時的價錢 跟45塊美金 這個價錢 三幾塊四幾塊 這個中間的價差 剛剛講的是50億喔 50億出售台幣 立委有多大 因為我們在立反應敢講 所以很多人有提供資料 我相信很多人也收到資料 這其中的這個 30億14塊的價差 怎麼分配人家都提供給我 是誰什麼派系什麼分配 真的假的 我在大概 50億分給誰就對了啦 因為他是每一劑 14塊美金怎麼分配 那當然乘1000萬劑 就是另外那個 所以這件事情 這個事情影響很大 整個國家的發展 所以事實上 我剛剛也在講 可能已經擋人家 50億的財弱 算是 你要發表不自殺生命 我跟你講 世界上兩種大手 斷人財弱跟殺人爸媽啦 你犯了一個大忌 重點是他們做錯事情 不只是說 你剛剛說的這個貪污 而是為了貪污 而去搞出污政策啦 這叫做為了謀財而害命啦 我覺得這國家影響很大 然後接著還把鍋 一定要甩給外部 外部勢力 一定要所有東西 就是要這樣說 比如說就好像我們說 這個復必泰 這三個字 有這麼次言嗎 我們看到我們那個 日本也捐贈我們疫苗 AZ疫苗 大家有沒有看到 AZ疫苗那個瓶子 上面寫的事實上就是日文 那這個是原廠的嗎 他也不是原廠的 標籤換掉換英文 不然效益會打折 你看那個 如果是復必泰 那三個字才真的是原廠 歐洲出來原廠 怎麼這樣 那樣就不是原廠標籤 原廠貼什麼 這邊就是原廠標籤 剛剛兵哥就講說 現在還有人在放話 講說這個都是大陸的 怎樣代工什麼的啦 講這種話下地獄 這個事情在今年的大概 應該好像是五月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郭董要買疫苗的時候 很多民進黨的 不管是委員 或是有一些其他的這個 就出來攻擊 還說了兩個理由 大家如果還記得 說什麼 這邊什麼 BNT 有BNT什麼1 B1 什麼B2 所以這就是比較不好的 這就是比較好的 那個就打死很多人 什麼什麼 結果全部都已經被打槍了 連德國原廠都打他們槍 是 所以為了不讓台灣打到疫苗 不讓台灣買到BNT的疫苗 不讓郭董買到他們什麼理由 什麼奇怪的這種說法 都可以編出來 這個真的非常令人不能接受 其實不管不同的政黨 你再怎麼競爭 最後的發展 人民的生命 性命 健康一定是排在第一位 當然 但是第一位 沒有人民沒有國家 那你為了就是 為了不讓這個疫苗買到 不讓郭董去買到疫苗 可能可以成就郭董一些名聲 什麼這一類的 或者是顯示政府的無人 反正正反而證明了政府無人 為了他們不讓這個事情發生 他們寧願編出很多 莫名其妙的說法 然後現在全部都在自打臉 所以這個就是證明了 其實民進黨的心目中 我覺得跟以前很多事情很像 就是只有 應該說只有他能不能執政 而不管這個國家的未來發展 他只有政治考量跟選票利益 我今天看那個寫法寫得很好 我看網路上寫 我覺得很有 就是以前那個 所羅門王的那個故事 大家記得嗎 就是那個要分嬰兒 看嬰兒是誰的 有兩個媽媽在搶 我覺得那個故事 真的講得很好 所以我們兩個要搶一個 一個小孩子 然後你是裁判決定哪一個人 一個人就說 可以 用割掉他 一個說那我不要 那就算是他的好了 那這個才是真正的母親 因為母親不會 另外一個說我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左右切我們上下切 對 真正的母親 不會看到自己的小孩子 受到這樣的傷害 真正愛護 他什麼都願意放棄 真正愛護子民的這個國家領袖 或是一個政黨 他不會願意看到自己的國人 要經過這樣的痛苦 要有這麼多人這樣 可能要經歷親人過世 然後懶逸 然後整個經濟發展 民不聊生 真正愛民主子不是這樣子 人生 在走 他不停 遇上 人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